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 第21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 第七局的比赛是由中国棋手杨鼎心 对阵日本的许家园 对 在之前的话 我们的杨鼎心已经是五连胜了 没错 在这个中日韩美方有出五个人的这个状态下 作为先锋关出战 现在中国还未遮一人 对 阵容还是齐全 对 而日本和韩国现在也是可以说伤亡惨 各剩两人 就是因为他的五连胜嘛 所以说双方日韩都只是各剩两人了 日本就是许家园应该跟锦山玉泰 对 而韩国应该是深圳区跟朴婷花 所以说这个比赛第二阶段 好像感觉中国的势头 最近的势头越来越猛 对吧 对 日本队还没有在本届的农心杯上迎起 韩国队是在先锋战 这个袁胜珍战上了村川大戒 等于韩国队目前是有一胜 日本队还没有获胜 然后中国队先锋出场五连胜 而且看这个状态说实话 今天球们如果看到这样一个对比的话 虽然说我们也介绍一下许家园八段 虽然说在国内也是现在 拿到了有头衔 头衔冠军也是终结了锦山玉泰的 这个锦山的一个就是统治日本的一个势头 现在锦山好像统治的势头出现了一些松动 越来越多的棋手对他发起了一些挑战 虽然他依然是应该日本最最好的 也最厉害的棋手 但是呢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 不像前几年七大冠可能占五到六个 甚至有一年再七个 对 包揽 对 所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 一位冠军级别的棋手 但是我吹完他之后你知道吧 大家再看看右边的中国棋手 我吹不下去了 世界冠军 对 吹不下去 好像中国棋手只需要四个字 对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阵容 我一起守全是 对 世界冠军 杨连行九段 好像剩下的不用再介绍了 就大家都知道分量了 这个确实 因为刚才说了那么多 其实锦山还没有拿到过世界冠军 就是在日本 那个国内比赛成绩是很突出的 对 所以说双方的 虽然说许家月非常具有实力 但是很明显 今天他如果站在他的角度 或站在日本队的角度 他依然是一个很困难的状态 就是从这个实力对比上 还是处于下风 越处下风 虽然说肯定是有赢的机会 但是总体实力 还是会感觉很吃力 而中国的话 现在进入到一个 说说 尤其是这气势正盛 我觉得很各项的世界比赛吧 大部分的 现在中国进入到的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你说你很富对吧 现在中国就是富到了一个 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出哪张牌都差不多的一个 就是这个富到了有点 感觉就是甚至我觉得这个有点影响那个就是 大家的这个就是争夺平衡的这种状态了 之前可能是人多打人少 现在好像不是 就每一个中国的冠冠军 甚至非冠军 一些还在冲击世界冠军的一些年轻棋手 能下世界比赛的都具备了 说白了 战胜朴天华 战胜什么深圳序的实力 对也是说我们的厚度 这个实在是让人难以就是如果站在日韩的角度感觉难以招架 应该说是我个人认为进入了一个中国企务们或者企民们比较幸福的一段 这个全身的一个时光 特别是在我们的男子围戏上 如果这个先锋的成绩像去年这个范婷玉七连胜 今年是我们换了一位先锋 依然是获得五连胜 所以后面的棋手是很有可能躺惯 我们就说就是躺着夺惯 对就是其实这里也是有个小话区 就是其实农兴杯这几年中国程序比较好 然后我们的科捷同学 在农兴杯上虽然每年都报名 但其实已经很久没上场下过棋了 其实科捷可能是不是有点意见 能不能早点出场 不是就是你们这个总是那个谁一出场之后 就是花花就把别人砍的都差不多了 就是这个确实是感觉上 我好像就是来报个名的 就是什么情况 虽然我们都知道科捷多万事下下主角 但是现在最关键问题中国好像 你请不出中国主角 对前面的人太厉害 当然了说了这么多以后 我们还是看一看今天两位选手的发挥对吧 那个许家人能不能那个为日本队夺得首胜 对 然后你行了 看能不能续写 或者已经就说白了 他已经完全没有心理包袱了 反正就是已经已经过早就够本了 而且我相信不管是教练组还是队友 对于他说也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了 就是你就随便下了 就放开了 输了就输了也没关系 对 好 我们先看棋 但是这个浓心杯是贴六摸板的 对 这个 差一幕棋 但是我觉得差别不大 现在的围棋还没有进入到一幕棋决定胜负的状态 大部分 就是心情上 对 他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对 对 可能会觉得这样拿到黑器的时候会 心态会稍微平和一点 那其实 以我的经验基本上很难出现那个半目森负的那个 就靠那个的状态 所以基本上还是该怎么下怎么下 那还是一个点三三 还是一个就是最流行的这种套路 然后这里的话 我不知道他的最新研究还是 就是就可以这么下的 然后很明显我们看到第九首的许家人 今天是带着一个拼搏的姿态来的 对 让你搬下去 然后反正我们就走复杂的 走复杂定势 反正我走崩了就算了 万一你走崩了呢 我就赚了 赚到了 说声谢谢哥 对吧 今天就 我今天不就首身就拿到了吗 当然了 这也是句玩笑话 就其实可能也是他对这个局部可能会有一些研究 对 基本图是这样 如果要是走这种特别复杂的 我照理说飞被拖式要搬的 我觉得下一步棋也是 对对 这个变化大概就这样了 然后二届 就是说 下步棋也是 我觉得比较体现 今天这就是我们杨立新的一个心理状态 就是 我先试试你火力 看你敢不敢 你不敢呢 我飞一下不亏 你要是敢呢 那就算了 敢就算了 为什么敢就算了 这是就是一个微妙的一个心理上的 不是我就说白了 我就是不想跟你那个 就是在一个局部走个什么 大一定是一决生 万一你有个什么飞刀 我不是 说白了 这就是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 我的这个中国实力比你强 我不愿意跟你就是赌胜负 我不怕持久战 对对对对 然后我先试试你火力 看看你敢不敢 如果你不敢 你没研究 你肯定 如果你真的没有研究 很多人你说不不肯定不敢单拖的 你肯定是要顶的呀 万一他搬下去咋搬呀 那也得硬人投票 不是你不能不能骗自己 就是他这个就像一个心理的 呃博弈一样 就是你要敢下拖呢 肯定是你对这个局部 之前有一个很深刻的研究 嗯 那我在想想 然后我在爬出上想 我我要不要跟你下这个 呃飞刀啊 那想想呢好像没必要啊 那我就算了算了 如果你没有研究 你一定是顶了扳的 嗯 因为你拖你打想到他退嘛 就你一定是准备好他搬下去的一个战斗的 嗯 所以说这个形状应该是顶一下不会便宜 或者是稍微损一点点啊 嗯 就是跟单场比啊 但是呢 这一点肯定是不影响大局的 手一个 手脚 然后就碰上来 这个许家元今天下的也非常积极 呃但是 Ci这个碰我觉得明显是不坏气啊 嗯 我也很不客气的告诉他 但是他必须得要想一些办法 我觉得他就四平八稳的下 可能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 说能展示 但是这个局部 现在这个配置这个场合 我觉得是不能下这个 呃 不能下这个碰的 嗯 就是这个形状应该是只能在这一带进行一个分头 因为这边是一个摆子 其实我们一会儿摆实战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其实这个碰是需要一些 呃配置跟 场合 场合的 就是我们至少要有一个低配就是啊 或者是标配啊 就是低配啊 就是最低的 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嘛 就你不能那个基本条件都没有 你也往上碰 这个就很尴尬了 就这个 我个人甚至认为他碰完之后 嗯 整个棋就被动了 嗯 哇 就这个 根源在这里 就是碰完 他 再行进了十手棋 我明显就亏了 而且亏得很明显啊 就是 这个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就像刚才成长所说 可能他是想抱着又拼的姿态 第一 第一枪拼上去 人家没接 没接火的 就没接嘴啊 对 没有那个 跟他那个钢 然后让我 又找个地方又 又又 拼上去 其实这个思路 呃 拼的思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拼的节奏 其实我觉得围棋还是讲 要讲方法跟节奏的 嗯 人家已经让你半拍以后呢 你这个时候就不能乱 呃 再发力了 就是你心情可以理解 对 你需要 但实际的招法 实际招法 你需要积蓄一下力量 还是要推敲 是在球摩卡 特别是在左边 因为左边的话 全部都是白紫的情况下 照道理说 我觉得他应该在这一代进行一个分头 但我不确定在哪个位置 嗯 可能这里也可以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 这样或这样啊 嗯 或者是这样 就是我 就我不是很确定 就是他 其实需要的是先进行一个分头 把白棋 当自己把白棋的这个外视 给先限制住 嗯 你不能让它连片成大模样嘛 对 然后你 通过一个分头跳起以后 先把他这个限制 因为脚是你的嘛 如果他发挥不了什么 作用的话 这个局部的定式黑棋 肯定是占优的嘛 嗯 那这边嘛 吃两亏是正常的嘛 因为 全部都知道 你下围棋 本来就是一个平衡的嘛 对 不可能每个局部 你都占便宜嘛 嗯 所以说 我们这里占便宜的 这里稍微 下的感觉缓一点 或者吃一点小亏 是本来就是合理的 就是他这时候 在这个整个左部 啊 整个左边跟 就是 白棋进行一个正面的冲突 其实 从思路上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不理智的 嗯 因为你的所有的兄弟 毕竟白棋的子力都在这边 虽然黑棋先行 但是你的六个兄弟 全部都救援不上左边 嗯 也就是说 你完全是一个 人少打人多的状态 对 就非常非常的被动 所以说 这时候应该是下一节 比较平和 稍微 甚至比较分在这也行 就是平和舒缓的一些招法 嗯 进行一个分头 这个碰显然是 不合理的 嗯 对 白棋是绝对不会忍耐的 就这个地方 它那么厚它一定是要跟你下一些战斗的定势的 但战斗完以后 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定势啊 嗯 本身这个定势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然后到这里 然后拐头 然后把它跳 正常定势的延续是这里长 嗯 全部摆一下 自己粘上 让它先手挡一下 是 然后直接跳出来 嗯 但现在全部看 到了呢 你再跳出来后 你会发现你好像撞墙了 方向不太对是吧 不是 你前方没撸了 就本来 标配是 类似这样的气形 这样的 然后双方进行一个战斗 然后你从这拆出去 或者 就哪怕一空心的 你也能下 你也勉强能担 对 也勉强还能坚持嘛 对不对 现在 这个配置不太对啊 这个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了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把这个给大家摆上 现在这个配置太尴尬了 因为白七在这个局部 为什么说 他这个定势不需要不能选 白七在这个局部 其实我们看到 他以后搬了虎是个绝对先手 这个搬下来脚没了 你打我就算接嘛 反正你总得回到这个地方 去挤了 要不然脚被扳死了 但你挤完以后 全部看到有个问题 已经这地方已经报警了 你等于是 你未来能不能活不知道了 他先把你封住 你可能还得再去二路什么狗活 要不然他跳过来 好像眼睛感觉不够啊 有点苦就算活了 白七可以先不扳嘛 等一下 而且你总不能跳完以后 下这一步去吧 就是 那你这个布局肯定垮掉了 全部看对吧 我不解释为什么垮了嘛 所以这两个不能逃了 那不能逃 所以这个就进不去了嘛 这进不去也就 本来是要跳出来战斗 这个场景没有了嘛 不成立了这个 所以要追究的话 就你整个靠就不能靠嘛 其实为什么我说 你整个靠就不能选这个定式 就这个配置不能选这个靠 有点不是发力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跟对方 能着急的地方 所以他只能被迫走上面 走上面人家不回补的 人家直接补在这了 那这个权规白起的话 这效率也可以 所以我感觉当场这个布局就崩盘了 就是 哇这个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定型之后 就你这个 你这边虚无缥缥的能为多少 谁也不知道 这个 其实我们看到 唯五路控这个太舒服了 而且这样子本来是都永远得 价值上上回补 他本来这怎么说的 马上就口就兜上了 这全部都姓白起了 所以就等于有点 这个布局就崩溃了 万一 黑锡的收获就是多了外面这几颗 但外面这几颗 这个将来能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你这里是能够占据一些主动 但是毕竟离围城空太遥远了 就是先投入的太多了 唯一能够避免的就是你不要去靠他 黑锡的十三 这个场合是绝对不能靠的 就是其实是要讲方向的 我的理解不是说这个 许家元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就像刚才我觉得你说的是比较内心 就是他其实还是想找地方发力 赶紧找个地方跟杨连行拼一下 就是你说白了还是对未来 特别是如果四平八稳的下去 对整个的这个格局 或者说双方的这个 他觉得胜算不大 对对对 自己对自己的觉得胜算 感觉还是有一点压力 所以说希望急于求战 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招法好像崩溃了 感觉 然后我们看吧 还要继续的 刮个脚 刮个脚 肩顶 黑锡肩顶 对这里也是个 骑龙看到特殊的一个形状 因为这里有一个挺头之后 这个边站时的价值不是很大了 所以黑鞋的话 夹击肯定是不能选的 骑龙看到 然后他希望肩顶能把白鞋往这边赶 把你往这个价值小的地方赶 所以说方向是没错的 但这步是不是要飞 我不确定 因为飞以后 它拦过来以后就有个靠下 其实骑有点隐患 所以 也走 回路 就是 就是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他肯定是知道这个棋 未来被逼住这地方有隐患的 他还是觉得 先拼了再说 就是 今天的许家人明显 我们看到是下的比较激进 就比较积极的 比较激进 因为很多棋都是下的比较撑 杨领星我就正常的下 但是这样一定会被白鞋追究这个位置的 追究完以后 就立马有一个靠下 这个靠下它等于是它藏着的 就像 我告诉你 就像那个什么 就像你比如一个人 你其实 其实那个身体状态不加一弯 就像那个病毒潜伏在你的身体里 你有可能 就是被引爆了这个地方 也有可能整盘棋都没事 整盘棋都没事 是因为别的地方 他觉得靠下来实际不成熟 但是也有可能 下到下上 成熟的时候 他突然靠下来你就不乱 据说你 未来的下法 会受到制约 就是你就束手束脚的 你总而老想 这地方有个事 对 就有包袱 但是你不能不管 你就是有事情的 对 但是你说 你要说没事 你这样肯定是没事的 但你这步棋是不能走的 这个效率也太低了 对 而且他本身 这盘棋 举家人是绝对不可能走这步棋 对 他一个拼的心态 他怎么可能退守呢 所以说这个就会被潜伏着 潜伏着什么时候被点爆呢 不知道 但是作为 他对局的角度 对局者角度 我觉得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就是 你明朝有期 几人硬撑着嘛 对 还不能回补 你也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没有时间赌嘛 对 你也不知道 未来会不会 因为这个事情付代价 也可能不付 也可能不付 就是你这个 然后剩下的招法 你都得等于是 某种人家 护着这个地方 对 你就很辛苦嘛 等于是处处都 有点被牵制了 又受约束 对对对 就被牵制了 开始跳出来 跳出来这也有靠 不跳是一定要跳的 他不可能回首 但跳完 他白皮顺势补完以后 就是他就等于是这个 隐藏的这个手段呢 就一直得背着了 嗯 他不可能再补了 他一定是反加的啊 你看 我以为他反应 他反应肯定是拼的嘛 但是呢 人家就脱线了 因为这有个靠的腾罗 这个子他捉不住白皮了 这靠 黑皮是不是只能加 还是黑皮怎么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 就是他如果是挡 未来他就是断完了 这还敢粘吗 那只能粘呀 他不能吃这个子呀 你脚上掉二十目 这个子也就二十目呀 就是说这一扒 全部他斑被反斑 就是就动不了了啊 就他有这个隐患 加的话就刚才说是有 可以加 但是呢就局部是有齐的嘛 不管断了 还有个断啊 断了拉断 甚至挖粘 就是他这个地方很很讨厌啊 就说说白了 你你照这个子的时候 他可能就靠了 你你捉不住这个子啊 对 等于你捉这个子 你还得先钉一手 哈哈 逃不过这个这个这个 把他跟搜了啊 你那就是说他暂时是安全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说那个白血 杨丽心也就不服了嘛 那黑棋 不是黑棋 他只能是靠着这块 因为他之前这边付出了代价 所以只能是在这边去对象 但是我觉得他这不去 我觉得他还是要 这个时候就是 呃 其实我觉得 许家人就是这个思路 其实已经明显被杨丽心针对了 就拼搏思路 他还是这时候应该改变一些 他的行期的节奏 如果你一味的都下这种 就是攻击拼搏的招 对方其实已经明显在防你了 而且看透了你了 而且很适应你的这种状态了 甚至呃 守几步以后后续可能会在某个地方说白了 挖个坑 嗯 等着你来攻击 然后那个一个反击把你埋了啊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他应该适当的这个时候守一守一两步 就是就是他把那个节奏变变化一下 就是不要让对手就是这样 不要每步骑都下那么撑 等于是就不是就等于我闭着眼睛都知道你要撑的嘛 嗯 等于是等于这样的话人家就好做准备和针对了 你稍微缓一缓 适当的回补一两手呢 就是把节奏先调整一下 这样的话 从长几一 对他怎么突然守了 他好像不是哎他怎么不攻我了 就是他会有犹豫有纠结 对对 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他都不攻我 我攻不攻他 他就会有 起码给对手带来一些心理上 对对对一些困难 他其实这盘棋又是下的呃太直接了 就是其实如果请我们看看刚才那盘的话 就是其实呃 跟我觉得小方的那个整个状态就有点像 就是他等于是太耿直了 对很容易让别人看透了 而且像事业冠军级别选手 你只要他看透你今天的对局思路的话 他他肯定会针对你的呀 就他他他他不会说是那个就是正常跟你下的 他马上就会用一些具体的招法去针对你 然后呢 如果你再一股行的话 可能就要吃苦头了 他就一个反击你可能就危险了 就其实这两步可能都行 但我建议他这时候猜猜这边 改改策略就是改改套路试一下 也打乱敌人的 他先打乱一下那个杨领琴的思路 因为而且这期明显已经落后了嘛 上来这个地方明显白旗这地方效率还是太高了 嗯 虽然未来肯定有期 但是他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去出期啊 对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白旗会更轻松啊 实战的话 先手定型 就通了一下 这个也是个场合手段啊 其他人看他主要是功效是什么呢 就是当外部比较薄弱的时候 他通过一个先手呢 能够支支援到自己的外部的一些棋子 特别是以后有一个挑方的能够迅速的 做出眼位 嗯 如果是外部 就比如说这个子没有 或者是这个子是白旗的时候 去我们千万别下这三个棋 非常的损失控啊 就是 围棋是这么 就是说如果假如说那边是白旗已经火 你一定是单拦过来以后 未来去拖他脚的 就是本人这三步其实很损这个脚步的 当然他判定了主要是没有空去套这个脚 确实是因为白的这个子 虽然说我说暂时是安全 但是毕竟也是个弱旗嘛 嗯 现在被打过来以后 这两个子都是弱旗的情况下 对 他不可能再去掏脚 还是先迅速的安定一下 对 所以说先手这个处理一下 未来寻求安定是合适的 嗯 对其实这里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说 现在中国的棋手 一个是实力比较强 一个是就给日韩的棋手压力很大呢 嗯 其实聊聊几步棋会看到 其实很多中国的世界冠军 他们都有个最大的特点 大家会看到 其实他们什么棋都会下 很前面 对对 就是说攻的守的进的退的 就是他那个套路他都会 嗯 他当然有一个 肯定有一个套路是 他最擅长的 对 相对说 但是呢 不代表他别的套路不会下 就是他 这没有什么短板 对 你把它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也会下的 对 而且他下的也蛮不错的 他只是相比他最擅长的那个套路呢 稍微弱一点 相对 对 但是并不代表他 那个就下的 就比如说他 他最擅长的那个是90分或95分的话 他这些都是80分85分 他完完全全过几个线了 也是优秀 对对对 所以说他短时间是不会有太大破绽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去针对他的时候呢 你很难针对到他 就哪一个都思路 因为你针对他 你还得自己会下那个契路嘛 嗯 然后只能拼那个综合实力 拼综合实力呢 就是现在最大问题不就综合实力感觉有点拼不过嘛 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跟他们下很难很难下 嗯 你很难去设计到他 像今天你一味的攻 那原理性会守的呀 像接约7都是标准的防守的好守 没有技术上短板 对 所以你就很尴尬 而且他他离攻以后 他就他就不着急跟你对攻了 他就先等等你那个攻击步以后 伺机反击 就是他对防守反击 对他就很那个聪明一下的 当然也得益于他要有这个技术支撑 嗯 然后像我们看到像在这里 这里啊这里当然要出头了 然后他就这里守一步啊 对这是计划好的嘛 就是点就计划好的 嗯 把一些尖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球门看到焦点就等你来嘛 只要这块棋安定 安定了就是黑棋就没有攻击目标了 整个黑棋的布局应该就失败了啊 然后你不来是不可能的 因为今天整个许家园的作战风格就是 就是想要等机会 不是就是攻击 就是不停的攻击啊 然后其实这里就是我的感觉啊 嗯 一虎给了你一个 诱饵你知道吧 嗯 你诱你来点 这个刺看起来好 好想刺呀 好诱人 对啊 然后 是不是真香呢 不知道 很有可能是个陷阱啊 嗯 但是呢 你忍得住吗 你的手 忍得住不点吗 就是想点 特别想点 这个你已经意识到点 很有可能点不到 或者未来有危险 但是你可能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 还是想点 对 这就很尴尬了 嗯 但是我的感觉是真的不能再点了 只要他不点 黑琪走哪呢 我不管走哪 不能点 不能点 其实不能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 比如说如果我下这个棋的话呢 我当实力我们不谈 我肯定不敢会点 为什么呢 一看就是给你点 对对对 因为你就想想你的对手嘛 你不要相信自己的实力 有点落入陷阱的那个感觉 我告诉你 你相信 有时候你相信对手 对吧 你的对手绝对不是一个吃素的 对吧 你对面是个事业关系 他不是吃素的 那就说 那他能看不见你点吗 你点他会接吗 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点会接他一定不会虎的 对 他就说有很多选择了 对 他就往上面走 那的意思不就是你不能点吗 他有一个什么反击能够针对到你 就是你还相信他 完自己还省什么计算了 那既然他都说你不能点了 比如说打个比方 那我们就别点了 比如说我们先续一步下不再点 你就相信对手 你一定要相信 你不要不相信他 他人家是事业冠军 你一定要相信对手的实力 所以这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攻是要攻的 脱线是不会的 你可以缓攻 你就默认点不了了 就这种显而易见 有可能是圈套的琴 你先缓一缓 不是 你只能是相信对手 你计算这个地方哪算得清楚 能不能点 对不对 这怎么算 根本算不出来 你就是相信对手 你一定要知道对手不是吃素的 那如果对手比我弱 我就 还是得计算 但是如果你想阿斯兰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对手比你弱 你怎么可能处处去猛攻他 对 你不可能下这个格局的 就你没有这个格局 这个格局就是你的判定是 对手使中国实力 至少不逊色于你自己 或者是比你还越强 你才会上来去猛攻对手 比你弱的 你自己都觉得你是有钱人 你怎么会上来去跟人家玩兵 你肯定 就是稳着来 你本来就是稳着来的 所以说 这个图是不存在的 既然你要像这种明显的诱饵 我觉得一定要慎重 我觉得甚至你就不要计算了 你就把那个计算给屏蔽掉 你就默认点不了 你要像 你一定要相信对手的实力 不要不服 还一定要去 你不服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地方下完 很有可能就没了 这个棋 就是整个棋就真的被动走不动了 就你缓攻肯定要攻 你比如你缓攻 下一步肯定点着了 对吧 未来肯定点着了 然后他冲 你就就 再断一个 下个logo 大概就这样了 对吧 未来就点着了 然后你说白体活 也没有活 就快起 肯定是还能 你通过欺负他占点便宜 他也不可能 不让你点去 打几个房子 大概就这样了 然后死 肯定不可能死 然后通过攻击他 占点便宜 攻击啥样不知道 就是反正我下午 应该会这么想 因为我得充分相信他们 对就不要跟他去叫这个劲 对就跟我刚才说 如果他一下那种退手的棋 我就想认输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你 你数不清 并不代表你的对手数不清 你拍那么下 你肯定是没机会的 就跟这个一样 这个虎口肯定是不能点的 那个 我那杨底星不可能说 点直接的 对肯定不可能沾 所以说 对 我个人觉得就是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许家元 我个人觉得他们 真的下的还是太耿直了 就是 你看接下来马上就是一个棋子 就是 一定是这样 计算之内的 不是 这个时候你就回不了头了 对对对 你怎么能点完不走了吗 就你等于只能往头也冲 然后冲完甚至只能去被动的 去吃他 让他棋子 就你 等于是就停不下来了 对 收不住了 这手是能停的吗 这手怎么停 你教教我怎么停 停不了的 停不了 然后呢 如果这个 那我只能往前冲 但如果冲完之后的变化 对你是不友好的话 等于你这盘棋 就快没了 对 而且你的对手是一个失业冠军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选手 那他占了优势以后 你要想 就太难了 想去 对 翻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他会发生什么 所以就只能硬着头皮冲了 然后就这棋就棋子了 肯定 我们来看看 冲 然后挡 打 各种打 只能打这个是吧 打完他打断他吼吗 要吃黑棋吗 吃白棋吗 吃这个 其实这个我也想说 其实还是包括一些日本的棋手 其实我觉得实力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有时候确实是 就像参加事业大赛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或者说是经验不够丰富 对 然后就会导致 其实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他对这些高手们的一些套路不熟悉 有时候就是会自己一凶是就是被别人就是相当于掉坑里了 一定要一定要试一试到底怎么不行 就这样的话就这个就严重重计了 其实我们看到他把钻贴死了 就白棋进行了一个弃子 这个我可以用全垮来形容 为什么呢 请我们看首先这里拔完 这个拔完以后这个脚步其实还是受了一些伤害的 然后总共就捉住四个子七八九十加上这不会超过15目的 这全是杆子 光这个地方边就被破了5目了 也就是总共的收益是10目棋 然后白棋却全是掀手以后 现在请我们看到这两个子的弓手全颠倒了 本来是这个子牵一大堆木的 现在是黑的这个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了 而且他整个白棋把包袱全部都甩了 之前他毕竟还是一个一块负担 对对对 就是未来还是黑棋可以通过他攻击他获取一些便宜了 现在呢工手全部逆转 而且这个地方通过一个弃子就灵活转身了 而且这地方逆完以后 这个地方根本就已经走不动了 全是那个线手 就上面全是线手 这也全是线手 根本就不能发力了 然后就吃了15目了 而且未来二路接你挡不挡也不知道 如果挡的话 本身本身这个二路接刚才是算 可能算黑的家的棺子 这个地方可能有点亏两三目 所以这个账不能再算了 再算可能就崩了 就是这点收获实在是不能 实在不能满意 但是我觉得就是53的国 就是这个很明显的一个诱饵 怎么能去吗 就刚才我说跟大家闲聊了 这个确实经验太不够丰富了 比如说 这块还得下 对 只能是被迫的进行一个度过 度过的话 这个事情就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的这个病 离这个发作就越来越现实了 但我们来看到这里 先立了一下 你看扳一下 这个脚已经一踏五吐了 刚才本来全是空 大家全部看到这个右边 看我们哪里飞 这里有个顶 就全是问题的地方 这一尖再一顶 所以这个时候 黑棋已经明显落后了 这时候我们来数一下 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式 123456789 10202124 这块棋就是25木齐 大家不要看车那么多 然后上面是10目35 这个个玩意又是大概15目 还有一大堆换位 50目 50目 然后我们看看白棋 如果这个不进来的话 10 20 这个底部就25了 这个脚应该是15加 光这块就40加了 也就是说 这块棋加上天幕已经50目了 这两块都是多出来的 多出来 怎么也得有10木齐 这地方35木齐 这地方35木齐 就说这个已经崩盘了 等于是黑棋的 白棋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就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战斗 被白棋一气自转身 不 很明显 因为为什么我刚才再三说了 他看见你的这个战斗风格之后 所以说最后他找了个合适机会 用你来点 就故意卖了个破绽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 似乎上没有 就感觉走了一个重计图 好像 不 你没有醒过的话 你一定会去点 你停不下来的 你一定会去攻击 就其实已经被对方设计了 等于这个事情 其实这是个圈套 主要是思路上被设计了 等于是 为什么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也会看到 其实一些职业的下 就是我觉得比赛 或者是职业的高层们下 其实最害怕的是 你的意图被看破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青木可能也能理解 我说到这个 他不是说这个招法好不好 就今天我的战略 意图战略部署被你看穿了 我就很尴尬了 对 就很难 因为我被看出来后 你一定会 就开始针对我了 对 然后我今天是走还不走呢 我就很尴尬 不走呢 我之前的那些棋子的子校 站在站位不对 走的话 其实已经被你针对了 你已经提前做防御的话 我的这个战略部署的效果就 今天的这个歧路就是 等于是收效就可能升危了 然后说到这里 其实有时候 我又想说到我们的10个了 为什么有时候10个会又在吃暗亏呢 就跟他们下棋的时候 10月 对对对 就是因为10个的那个长处太长了 抢军一条龙 都知道他要来杀棋 所以每个人跟他下棋 都会做一些适当的制度的调整 所以他就相当于他是明面上的 别人在暗处 对对对 你这就 人家比如说是个无名的那个舞丁高手 对吧 无名士 你是一个比如说那个武当掌门 少林掌门 因为你的优势太突出了 对对对 就是谁都知道你是那个天下那个有数的高手 就是然后还是你的成名绝技是啥事 人家都知道 就很容易被针对 你容易被针对 就是人家天天研究你的成名绝技总有破绽的 任何东西都有破绽的 所以他研究完你以后呢 你会感觉有时候很困难 总是会被针对嘛 所以其风还是得全面 不所以说就是最大的一点就是你其实 为其其实如果大家都水平很接近的说就是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你今天的最终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你不能让对方看出来对 你要怎么样说白了去去下去去真胜啊 像许家元这样今天这个说白了呃太直白了 被人看穿了已经 我就在说句有点那个什么的话呃 我都看出来了 就是太简 太直白了 他太直白了 从这13开始啊 就说如果我跟他下我都会设计他啊 但我不一定有设计的那么好 就是我都会去针对他 或者从这就这时候就开始 对这一步 我就是想战斗 这一步还能还能理解可能是局部有研究 这一步就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13就太明显了 急于求战啊 就是你实在下完以后 我今天肯定会想个什么套路针对你啊 对 当然 比如我去针对他 他可能没有像杨领心就是 选择这个位置时机那么好 嗯 可能会玩拖 但是呢 他其实呃 就会很 旗下的很艰难了 对 就下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旗 他他也先立啊 因为他打进去之前 呃 刚才你说过这扳虎线手就进不来 所以他得先立 然后 这里先顶一下 留下了无限的余位之后呢 他又不掉了 捅住 对 因为这里 我教旗萌萌一个小手机 其实就按这边煤气 你也可以通过一个二路点 收点木树 然后二路一搬 嗯 这个角就 至少是 一人一半了 而且这个点是防不住的 就有个冲断 嗯 现在只能挡在这 然后 你一半 啊 捅在这的话 天上就崩了 天上一被冲 就不是一人一半的问题了 所以说 这个旗它已经残留了 嗯 而且呢 这个它有冲了断这个 冲了断这个 甚至挖 退 我告诉你 这地方味道饿得一塌糊涂 嗯 就是 所以它顶一下以后呢 我告诉你 最讨厌就是这种骑手 就是我瞄着你 然后我现在不动手 顶完以后呢 它不下了 嗯 因为为什么顶完不下呢 它不顶 你还能自己顶一个 等于是 还有个地方可以补嘛 就没了 呵呵 你知道真的很烦呢 你这个旗又不能挡 你挡肯定不行吗 挡它一顶部 当场就炸了 对啊 已经两拳不了了 沾着冲下来 挡着一扣子就炸了 所以顶你只能退吗 然后它就先不动了 它先 它先去 手 防手 嗯 打进来 手呀 这一定是手的 手 黑气冲 你就手嘛 嗯 哦 这就开始收空了吗 这地方现在都算白气了吗 呃 差不多了吧 就 你最多 哦 它之前尝了一下 之前尝了一下 尝一下 交换一下 它就爬了 那只是这样破两下的话 这还是都盛起来了 我的意思是 就没有可能给它打掉 打掉首先很困难呀 二 它就算能打掉 不一定便宜呀 但是让白气都盛上这个东西 已经你尝它已经爬了 它接被你打 牵手 它就盘你打掉 已经这让了点关子情况 你能打掉吗 我觉得可能也很困难了 对 黑气扮上面 这个时候只能补了吗 因为这地方隐患太大了吗 嗯 补一补自己的毛病 然后 应该已经 呃 我觉得如果不客气一点的说 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啊 呵呵 这么早吗 这才 一百 多一点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 因为这个其实虽然差距不大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如果它不打这里 白气已经全部都厚了 对 然后白气的时空大概是50 目前搬装完之后呢 黑的时空大概50多一点啊 但是首先六部半贴不出来 这是肯定的 嗯 第二个呢 你这两个子 你总得跳一个吧 你给我 还没有交代清楚 我一飞你就没了嘛 等于是 对 你总得跳一个吧 你跳完以后等于是 一个盘面胜负的棋 就算你越好 然后该我 该我收弯 你肯定没了 而且呢 这个地方由于白气太坚实了之后呢 中央已经黑气没有发展了 对 这底部有个眼 天上有个眼 而且你这地方其实还有问题了 只是它现在没有 没有追究你 还有点多少 签点东西 嗯 所以说你就唯一的这地方打入还能 就唯一的机会 但是打入它就跳嘛 你怎么 你不可能把我吃了呀 只要它头脑清晰就是白气啊 只要白气的头脑清晰就是正常的应对 黑气已经很难了 嗯 你怎么能把我吃了吧 我都没吃你就不错了啊 哎 你看它从这飞出来 其实已经有点糊来了 这是难道是瞄着 不是它就是没齐下了 哦 你正常是这样吗 这样等于不就收工了吗 嗯 就其实 收摊了就收摊了 但其实呢也是一般分寸的 其实黑气比白的薄多了就行了 不是 但是如果这样 它又有点那种安乐死的感觉 但是就证明 肯定不愿意 就证明局面恶化了 我一说的就 你看到这种招就能够看出来 其实局面非常恶化了 对 你去攻这一块 说实话 其实是一个很不理智的行为 就是你要继续往攻这块 对太难了 太难了 而且呢 人家这地方随时一跳一间就过了 对 其实白旗影全都安全了 嗯 黑旗自己一个 这不绝对先手吗 嗯 必须得补着脚啊 这样 沾上 这黑旗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 你还得贴啊 对啊 不是 白的都没吃你 就跟杉杉很 就连连好 对对 它就没有吃你 它就没想过要吃你 它就是失过关 然后先手搬沾一下 它 打的原因 就是搬沾的时候 你搬它可以立 就是搬沾到搬的时候 它可以立这块旗就彻底的安全了 安全 对 所以它把这搬沾掉以后 它把这个二路一间 刚才就说到这个二路一间嘛 这个加很大啊 嗯 然后就是把你劝退了 基本上就空仪不够了 就是 又发现了这种招 你挡它就搬沾嘛 嗯 没有 不用动脑子 其实就正常收 黑旗 不知道 这是地方 呃 黑旗应该盘面旗吧 这旗 盘面旗 那贴六木板的这个负担 还是太重 盘面旗 而且我感觉该白旗的盘面 可能都不够这期 嗯 可能白旗盘面会好 不 等于就是 我觉得53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就是 这个地方被设计完以后 就结束了 黑旗啊 旗我们会看到 但是 后面是不是就 走过场 好像感觉 居然看起来 看起来 黑旗还在拼 旗我们看到 虽然这个过场 就是我们解说的时候 可不可以 旗我们观战的时候 会觉得 好像轻描淡写了 但是其实 黑白旗也没那么容易 就是 其实它也有个强大的 形式判断 跟一些局部防守的一个 攻敌啊 就是 当然这两点都做到的时候 黑旗就很绝望了 因为 这黑旗最后一个地方 还是得搞点事情 它就是扳张完 其实就是防你这个的 嗯 你这样打下 它有个扳过 就彻底没细唱了 等于是他 你觉得 看到这局部 跟那个上盘很像吗 有有点 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然后你的都是你的 真是 然后你就会感觉很绝望 对吧 全都连好了 不是 你干什么呢 我都硬 你要想 然后你还是不够 你想干什么呢 我都 我都补 都当那个 听话的孩子 都当小宝宝 然后呢 反正 肿的数 你是不够的 然后你再过分了 你就自杀了嘛 对 你像这些破断这些破断 你迟早得回补了 你回补一手呢 我就 然后我再抢 我抢个关键就完射了嘛 对 其实现在白棋黑的 必须得补这个 嗯 或者说15目 你补完结果 随便收个关键完射了嘛 对 看贺琪 有点难受啊 这个局面 不 就等于是已经安乐死了嘛 就照理之后 这步棋是不能下的嘛 照理是只能挡这个嘛 嗯 但是黑白棋扳张完以后 我不许中间随便走一个 甚至就刺断就行了 对啊 我中间再连连后 他就彻底没有机会了 但你不挡这个 说实话 你中间冲击我 只要我不死龙 我把这捡回来 嗯 你肯定够不够了嘛 这一步就15加了 嗯 说白了 我能死东西的 只要别死龙就行了 随便给你点什么 都没关系了 对 因为这欠了一手 就欠了一个超级大关子 全班最大的一个关子 他怕啥 那我又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太平淡了 我还是得 不 等于就无解了 这个事情 等于就是 当你拼一枪 可能会更好 希望总比党要大一点 这是肯定的 但是拼一枪 基本几率也不大了 因为 你的对面是一个 很清晰的事业冠军 并不是一个 就是 某种意义上 出书茅库的一个小朋友 嗯 一个很成熟的事业冠军 就很难 就会找到机会 他很清晰知道 他领先多少 我告诉你 大概领先多少 然后这个棋该怎么运转 运营 能让多少 对对对 然后呢 我退到什么尺度 什么地方我不能退 剩下的我都可以给你 你跟这样一个棋友下 为什么 我刚才是说那句话吗 就是 为什么有时候跟他们下手 他们一回补 我就想认输吗 你没什么可下的了 真的 对 有看这种招推难受 不你下了 你就会感觉很 很郁闷 你知道吧 就是等于是 就不想再受折磨 对对对 反正我现在 就是下期 我也不太在乎输赢的话 我就不要下了 就是你 你等于是就看他一个 他在那表演 然后你在那 等于是 当个背景板 然后被他各种秀 那有什么意思吗 就算了 当个陪陈 我还不愿意给你陪陈 我就尽早的结束 我只能结束 因为你没有 没有解了 等于这个时候已经 因为你前面已经被他 那个成功的 那个 给渡过难关了 基本上其实 之后就拉几时间 我们马上给大家摆一下 关于是 我觉得还是53 当然 其实根源是13 就13 早早的就 暴露了他今天的这个战斗的 就是跟怎么样 跟对方下的一个战略的意图 53那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觉得这个明显是个坑 要不然怎么会有一个虎口出现呢 这明显是个坑嘛 就是 然后 我们还是看一下 现在就是一个 死马当活马一了 这个学员往前冲击 他这里 他这里不是有个铐段吗 所以他想 有一个 对 他其实打了一个直线 打就是应该是 这东西被每放一小时 所以说他 之后一分钟一步骑 对 这种打池就是一个 打姜岩池 绝对先手 打姜死好一下 黑鞋 黑鞋这也是打个姜吧 对 在慢骑的 其实看不到这些鞋的 但是这个地方 他在算什么呢 这个不粘 不是 他就是 粘不行了 肯定看到粘不行了 但是呢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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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想一想 对对对 赶紧打吃看一眼 有没有别的 有没有别的机会啊 其实是没有了 就被冲断了 因为这里 有一个挖 去看看 这次弯有一个挖 所以 这个地方 白鞋是联络的 不存在你退出来的问题 去看看 它只能继续往下冲击 冲 我接着冲 这个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最痛苦的是 挖是吗 最痛苦的是 你通盘觉得 你下的没有问题 然后起数了 对 空间是不够 然后你就会觉得 有时候很自闭 你知道吗 就是 觉得人生很绝望 下去会起 为什么对手那么强 他觉得我尽力 对 我觉得我尽力了 对 沾上 但是结局是不敌小的 对 我们看到 弄出弄出个结 但是这个结无所谓的 因为白鞋 总共也就掉20木 上面先割了三个子了 也就15木 其实说白了 我估计它尖过来都差不多了 把这个 这个是15木 对 其实可能 然后你还得找损结了 比如你这一冲不就损了吗 嗯 就损大概损3到5木吧 你损着损着 它就可以打数了 它就没想过打赢 我觉得 应该是就 就让了 但是它会先提两下 反正不提干啥 长出来一段 不亏了 提过来 再拐这个找结 这时候 白鞋肯定你任何结都硬了 就是它因为它就没想打赢这个结 然后它就把这抠了 你只能打这个 对 打这 打这个它再提一下 对 它就是让你把这边定定型 就是把我的这空里的味道走走干净 然后你提 然后我就 最后我就拿补一手 它先铺一下 先给你打 就是打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赢这个结情况 就是为了让你把这对这些味道走掉 比较好 然后它再 黑的提节 白的提节 白的挡 黑的沾上 白的在 白的提节 因为黑器只有这地方有结 它就逼你把这些编号都下掉 然后你提节 打 打吃 黑器沾上 白的提节 然后黑的断 你没办法吗 感觉你必须把这些鞋都损了 让你提 把这些铺一铺 它都是免费的 这个黑器我觉得要我就不找就不下了 对吧 提掉 关键是本来就不够了 本身是那个就亏的 好像 就是 中间死了加这个被救回来本来就不拼 然后这一连串的劫材找的 感觉又亏了将近一个贴幕 等于这下完白线 感觉赢得越来越多了 它最后肯定是肩回来了 彻底踏实 它就是肩回来之前 把鞋 变化直走轻 嗯 然后一起掉 然后你看看下一手 劝退了 你看下一手你就知道应该你别下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手 最后有什么意义吗 对啊 没有意义 它就是劝退了 这什么 这是 它就没有什么含义 它就是 就是告诉你别下了 我们结束了 还是一个胜利宣言的态度 这个不肯定是胜利宣言 这有什么用吗 这不下没有关系了 就是 它目的很清晰的 就是我看到 这个我完全能读得懂 就是 嗯 因为它这些节菜 这些铺 这些铺都是 那个 不损木的嘛 对 它一起损了一堆 然后打赢了 空还是不够 最终结局我们 这个被连回来了 这时候是认输了嘛 嗯 我给大家再数一下 下面在40目 然后这块正好够贴木 7目 40目 43 51 大概全盘不到55目 不到55 就是 这一块差不多就53 23目了 也就是说 中间还有 这都是多余的 80 11 有接近15目中间 也就是白棋是67 8 黑的是55 当然贴木刨了 对 也就是说差距大概在 本来差距是一个贴木左右 现在变成两个贴木了 我就说这个节打得亏惨了 嗯 当然了也不是这个节的问题 说整盘期 早早的问题 整盘期我觉得从13就引出问题了 嗯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呃 觉得不可思议 我觉得13的时候才是 问题的根源 就是你过早的 还有这边 暴露了你的战略目的至少是 嗯 然后让你的对手 有了从容的 那个准备和 准备和 针对你的时间 然后最终的结局 我们就看到了 然后 这地方一个 一个战斗 然后准备了一个弃子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嗯 是 那这盘棋也是杨鼎辉 杨鼎新的一个好局啊 呃 然后六连胜了啊 然后 对 战胜日本的许家园 获得六连胜 那他下局的对手 将是韩国的副将 申真旭 也是目前韩国排兵第一的棋手 呃 反正不是申真旭 又排兵华嘛 嗯 就是下一场可能是 真道真枪的一场五五开了 对 剩下的前面的话 我们看虽然是六连胜啊 但是确实相对来说真的 呃 感觉就是尤人有余 嗯 真正的战斗 从现在开始 那日本棋手 呃 就只剩锦山玉泰 主将一个人 韩国目前还剩 深圳旭和飘亭环 呃 呃 只有这个深圳旭先出场 对 對 忠 adopting X 呃 还是五个世界冠军旗者 这种 嗯 好 那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嗯 再见